煤气公司计划在将军澳垃圾堆田区 兴建沼气转化成煤气的设施 现正进入最后阶段 煤气公司就说 新计划是投资不会转嫁给消费者的 胡天行 将军澳垃圾堆田区每日都会释出沼气 煤气公司计划投资5亿 在这里兴建沼气转化成煤气的设施 现正进入最后阶段 落实的话 预计厂房两三年之后就会落城 垃圾堆田区有一个慢慢提升 产出的几年之内有这样的趋势 在全盛的时期 我们估计大约相当于5%的煤气使用量 我们肯定用这个项目 不会令市民增加煤气的费用 煤气公司就说 他们目前将沼气转化成煤气的技术相当理想 好像在屯门农古州的垃圾堆田区这样 所释出的煤气转化成煤气 就占他们总产量大约是1% 政府说会跟进 又会研究再增建多些同类型的设施 例如我们在屯门即将兴建的污泥处理厂 用这个焚化设施 其实都是一种转费为能的可以再生的能源 我想每一方面作为城市整体 在规划上面 在耗用能源方面 或者在整个区域里面 我们其实都有很多空间可以做多一点 转费为能有助书 换全球气候暖化 政府就呼吁社会各界能够出多分力减少污染 那只要认识一下 五天啊 不过